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贵心 她就变了 女人说总是赖床 喜欢跳舞 喜欢玩毛线 喜欢玩叶子 喜欢玩手指 就还挺可爱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被女朋友甩了 还被赶出了公司 我们住进了一个小姐姐的家 小姐姐叫做 我叫汪辰 她有一只猫 叫喵家 喵家和我主人一样喜欢睡懒觉 喜欢玩毛线 小姐姐 她和我一样活泼 她也喜欢大骨头 她也喜欢和主人玩爱的抱抱 好像比我更喜欢 对了 还有个小哥哥总来找小姐姐 主人有点生气 他们吵架了 又和好了 他们开了一个毛茸茸的店 他们越来越忙 朋友越来越多 后来 咒皮 又酱 开饭啦 啊 好啦 我要去吃饭啦 祝你们也有好胃口 记得追我们的故事啊 超甜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